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传出8月份计划访台引起中国反弹 美国拜登政府也高度关注 对此今年3月份采访台的美国前国务卿庞皮欧 在推特po文力挺裴洛西 还说愿意与他同行 而根据彭博报道 裴洛西是否访台还没有正式定案 但如果确定要来台 时间点将会定在美国总统拜登 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恢复通话之后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访台规划每天都在变 第一时间消息出来 立刻遭到中国严正反对 美国总统拜登似乎也不想硬碰硬 但根据彭博最新报道 之前人士指出 裴洛西是否取消访台还没有正式决定 可能有转还余地 若确定成行 时间点会在拜习通话后 恐怕又让中国气得跳脚 一旦让中国知道他的威胁会产生影响 他的恐吓有用的话 中国将会变本加厉 不为对岸大动作打压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欧推特发文 鼓励裴洛西勇敢访台 甚至说要一起前行 中国之所以这么气 就是因为裴洛西身份举足轻重 美国总统继承的前级顺位 不管是在美国的宪政意义 还是外交意义上都非同小可 再加上裴洛西是坚决支持台湾 在台湾的土地上批评中国 这个更是中国不想看到的 继承总统第三顺位 地位仅次美国政府总统 也难怪中国反应很大 甚至既出知识威胁 就怕战火一触即发 中院议长访台 就会有什么重大的建交 还是签订什么协定或公报 他们大概不至于 会有这么激烈的认为 所以我想这个 中国表示不满 就让他们去表示不满 大概不见得会像大家想象的 会这么严重 逢生四起就看最后 是避财中国红线 还是坚定挺台立场 记者有生活报道